马政府时期的国安会秘书长苏启 昨天在场活动上面提到 如果让蔡英文连任的话 两岸的情绪会地动山摇 因为香港的情绪越演越烈 再加上台湾如果习近平无法来搞定的话 那可能会让两岸的状况越来越差 那么总统蔡英文今天到宜兰 来参女新著名的活动跑行程 也做出回应 带您来听 当年国民党执政的这些人 应该要体验到说 现在的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不要再把那种已经证实是错误的政策 再拿出来说对整个 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处理 或者对整个区域情势的处理 是没有注意的 我们还听到蔡总统表示说 这个马政府时期的这些官员 不要再把以前的状况再拿出来讲 那么现在的情势已经大不相同 那么这也会误导人民 因为这个是不正确的 这个维护区域安全的一个说法 本能是不正确的 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们的身份 这些人的区域